唐太宗登记后的第二年 他派人查看隋朝国库里留下来的库存 当他们打开隋朝的国库时 惊喜地发现隋朝储存的粮食布皮等 可以供应天下五六十年的开销 因此宋默氏学家马端林 在文献通考上说 古今成国际之富者 莫如隋 从古至今 要说哪个朝代最有钱 谁也比不上隋朝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 少有的富裕的王朝 但是我们看一下隋朝存在的时间 仅仅38年 二代而亡 历史的反差让人们不禁反思 一个如此富足的王朝 为什么会瞬间垮掉 复旦大学韩生教授认为 这个问题早在东汉崩溃以后 就被人关注过 因此想要弄明白这个问题 还得从曹操的屯田制开始说起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风云唐太宗旨 富足的夭折 从东汉崩溃以后 那么就关于如何建设国家 这个分歧就很大 首先出现的第一个政治家 我们看到是曹操 三国时期的曹操 曹操呢 号称是乱世之枭雄 同时也是个智势之能臣 既然是智势之能臣 他怎么治理国家呢 当时很乱啊 东汉崩溃了 社会瓦解了 他在想个办法 而他确实有点办法 他来了一招 用军事体制来管理社会 也就是把管理军队的办法 用到管理社会上来 那么我们呢 今天主要看他在财政经济方面 他是怎么管理的 他采取了一种 非常实用主义的路线 他实行屯田制 屯田制 这最早是军队的墾田 古代军队养兵 是军队自己生产 自己养自己 所以军队驻扎的地方 往往呢就墾田 现在曹操把这个办法 推广到全社会 东汉以后动乱了 老百姓跑了 土地抛荒了 一方面是大量抛荒的土地 另一方面呢 是在社会上浮浪的人口 人和土地分离 现在他用军事管理的办法 把两者强制结合在一起 所以他马上能收到什么呢 立竿见影的效果 马上就出成果 那确实是能干 那么我们要问呢 这种管理体制下面 他这个租税是怎么收的 这个土地是国家的 虽然是抛荒的五祖荒地 但是呢 曹操把它收过来 那就是国有土地 你种了国有的土地 那就这个租税呢 由曹操来定 一人一半 收成一人一半 一半归国家 一半归耕种者 有很多农民呢 他种田 他生产工具不够 最主要的工具缺什么呢 缺耕牛 行 曹操手头也掌握了很多耕牛 你可以向国家租 你租国家的牛 那么这个租税就变了 六比四 国家拿百分之六十 你耕种者拿百分之四十 这个税高不高呢 应该说是高得下人 我们说汉朝啊 他的创立者刘邦 定了一个规矩 这个规矩呢 就是把租税 税率定在十五岁一 十五岁一在具体执行的时候 他减半征收 因此是三十岁一 三十岁一 你换成这个百分之 就是大致上就是百分之三 百分之三 所以百分之三加上其他几个税 加起来 这个税高也高不到哪里 现在曹操的税起点就是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 这个税不能不说 非常的高 而曹操这个政策 它能推行下去 说明在这个时期呢 整个风潮变了 两个最主要的变化 第一个是强国的思想占了上风 当时的统治者都想到 怎么优先把国家做强 所以是强国优先 第二个呢 我们还要考虑到他这种转变 有一个现实的背景 就是分裂了 动乱了 在战争时代 打仗的时候 大家都要想着 怎么尽多的把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 有了资源你才能胜利 胜利是最根本的 大家想到的是要胜利 因此复国的路线 那就是可以畅通无阻 他这个屯田制的政策 在实行的最初解决问题 你想那么多没田地耕种的农民 跟抛荒的土地结合着 百分之五十他干 百分之六十他也干 问题是长期化了 他不是一时的 你现在没饭吃 现在给你吃 你觉得饱了高兴了 问题是长期下去 弊端就来了 两个最大的弊端 第一个是严重地牺牲了 劳动者的利益 他承担的税太重了 第二个呢 最容易产生腐败 屯田的官员都像是 军事体制下面的官员 他说了算 所以就有很多腐败的现象出来了 甚至把这个耕种者就占为己有 等等弊端百出 到了西晋 司马仪当政的时候 司马仪就发现了 这个政策不能长期再执行下去了 现在是和平年代 和平年代不能再用战争体制 所以他采取了一个很重要的改革 就是把这个屯田制 基本上把它废掉 还是回到原来的民间耕作的 这么一种体制上去 很可惜的是 西晋呢 他是一个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 这个政权的根基太浅 西晋在历史上也是昙花一现 所以他这个改革才做了 没多久 西晋跟着也就崩溃了 崩溃以后 西晋之后 局势更加混乱 那是五胡十六国时代 各种外面来的民族 统治中原 那是征服式的统治 征服式的统治 他这个掠夺就更严重 这样子就维持了一百多年 应该说这一百多年 中国的民生是非常惨的 在国家的重税下面 在军国体制下面 忍受着非常沉重的负担 就这样子 一直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随朝重新统一 随朝重新统一中国 让老百姓仿佛看到了希望 随朝之前的五胡十六国 是指从西晋末年 到北魏统一中原这一段时间 这一期间 中国江南由东径控制 而北方和西南 则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国家 史称五胡十六国 五胡十六国星体的历史 相当混乱 社会动荡比以前更加激烈 直到北魏统一北方 才结束这一局面 这一段动荡的历史 长达一百多年 给百姓生活带来巨大影响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随朝建立 人们渴望在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下 能够休养生息 随朝呢 它是不是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呢 不是的 随朝创立了一套非常好的制度 这个制度后来被唐朝所继承 制度很好 随朝的法律好不好呢 随朝的法律也很好 它的法律后来也被唐朝继承 继承发扬光大 成了所谓的中华体法系 古代的中华法系 在世界上都是一个法律的体系 影响非常深远 从这个情况来看 随朝是不是给人看到希望呢 没有 为什么没有 随朝毛病出在哪里 出在它是说一套 做一套 它的法律很好 它的制度很好 可是它不按这个做 它把好的话都说了 把坏的事都做了 我们就看一些具体的数字 我们看贞观二年 唐太宗上台第二年 他让有关部门去清点一下 随朝留下来的仓库 到底扩存情况怎么样 结果报上来的数字 王规报上来的数字 他给唐太宗一个报告里面讲到 随文不宁百姓而兮仓库 彼至末年 既天下处机 得共五六十年 什么意思呢 随文帝不爱兮老百姓 就爱兮那个仓库 到随朝末年 仓库的库存 可以供天下 使用五六十年之多 这个仗我们就得好好算一算 随朝总共在历史上 只存在三十八年 这三十八年 它所做的事业 都是无比巨大的 你看是开运河 横穿东西南北的大运河 修筑长城 打高利等等等等的大事情 这些花销极为巨大 这些花销要钱 它自己统治的三十八年里面 它也有正常的财政支出 它还能存下五六十年的仓储 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就意味着 它一年至少要收三年的税 用一年 存一年 还要工程再用一年 是吧 它起码要收三年的税 它才能够留下五六十年的仓储 而这个税 最后都要落在老百姓的身上 随朝老百姓的税收的负担有多重 你光从这个数字 你就能感受到 这是一个记载的数字 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实物证明 说你这记载有没有错呀 有没有唐人抹黑随朝啊 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些实物的证明 唐朝的这个统计数字 我们可以从出土文物上 得到一个佐证 1970年洛阳博物馆 发掘了随朝的一个寒家仓 一个仓库 一座仓库 这个仓城呢 它的东西的长是612米 南北的宽是710米 它的总面积有43万平方米 那非常大的 大概从足球场来说 十来个足球场 探出的梁长有287座 发掘了40座梁教 根据这个统计呢 它这个梁教里面呢 寒家仓里面的梁教 有400多个 大的梁教一个 可以存梁一万蛋 小的也可以存几千蛋 所以光是寒家仓一个仓库 就储存了几百万蛋的粮食 而当时考古 就从这个仓库里面发掘出碳化的骨质 已经碳化掉的骨质 就有数十万斤 而这只是随朝的一个仓库而已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仓库 看到当年这些记载 千真万确 随朝的这个仓库呢 是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这还只是看到它的食物税的一个方面 在古代呢 非常沉重的另一块是劳役 不是交食物 不是交钱 是你人去给国家无偿的工作 这个是劳役 随朝的劳役有多少 我把随朝历史上 国家调发的劳役 做一个统计 这只是我说的是国家调发的大型工程 它有劳役数字的记载 地方官府的没有记载 我们没法统计 所以这是一个缺口很大的统计 就光是这样一个缺口很大的统计 它达到了三千万人次 三十八年里面 它动用了三千万人次 三千万人次是什么概念 随朝刚统一的时候 它全国的户口户数 只有两百万户 人口大概只有两千万人 到它鼎盛时期 它的户口户数 大概上是达到九百万户 这个人口达到五千多万 也就是说它从两千万人 到五千多万人 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中 它增掉了三千万人次 而这五千万你就按风值来算 男女各一半 还要剔除掉老人跟小孩 青壮年最多最多 不会超过两千万 不到两千万的青壮年 国家掉发是三千万人次 也就是随朝的所有青壮年 都被国家争掉去服牢狱 这个负担的沉重 你就可以感受到 这么沉重的负担 随朝是怎么把它实现的 从战乱中脱颖而出的随王朝 果然不负众亡 短短时间内没有了战争之苦 人们的生活终于可以安定了下来 随朝国库里的积蓄已经堆积如山 达到了人们无法想象的地步 那么随朝的这些库存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短时间内能够如此富足呢 随朝有三个办法 三个法宝 第一个法宝叫做大所冒月 第二个吸附 第三个那就是税外加费 税外收费 实际上也就是直接掠夺了 那么我们来说 什么叫做大所冒月 首先我们先说 中国古代收税 它收税的统计 它的基本点在哪里 中国古代收税的最基本的要素 就是人头税 它是根据人来征收的 所以有人就有税 这就使得中国古代 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发明 就是编制户口 把这个户籍编制得非常的好 编这个户口 就是为了把人一个一个都登记到官方的户籍上 才好收税 我们老实讲 中国有四大发明 其实更大的发明是这个户籍的发明 偏偏我们把它漏了 这个情况要一直到清朝 才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清朝叫做摊丁路母 把人头税摊到土地里面去 所以我们就看到 实际上整个古代一直到清朝为止 中国的税基本上都是人头税 中国编制这个户籍 它有哪些特点呢 它要登记每个家庭里面的性别 年龄 身份 地位 还有健康情况 家庭财产 一项一项全部登记下来 这每一项都跟税有关 男人跟女人税不同 年龄 青壮年跟老年人税不同 残疾人跟健康人不同 所以它逐项登记得清清楚楚 一旦你被登记在官府的户籍上 你就等于套上一条绳索 你再也跑不掉了 所以在中国古代 你想漏税 想跑税 唯一的办法 或者说最根本性的办法 那就是从官方的户籍里面跑掉 尽量不要被官府抓了登记上去 不要去报户口 是要跑户口 这个跑户口叫做什么 叫做托吉 托离 户吉 托吉 叫做隐漏 跑掉的人 我可以从这个地方跑 跑到那个地方去 这个叫做扶浪人口 叫做逃户 叫做流民 各种各样的称呼 所以如果让你跑了 税就没了 你就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代 整个社会的管理 他一定要把它变成静态管理 他严格控制人口迁徙 谁都不许走 要走要官府打证明 没有证明 你过不了官的 所以要把它变成静态的管理 这样子呢 想漏税的人 他就要做手脚 你想漏税 想做手脚 你要逃 官府要证明 你要从户籍上抹掉 也要当官的来办 所以最好的办法 收买当官 所以一方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腹肌的严密 另一方面 你能看到这个腹肌的荒唐 荒唐到什么程度 我们知道有部小说 《静花园》 《静花园》里面讲了 有一个女儿国 全国都是女人 在中国也出现了 有一个县 全县户口 没有一个男人 全是女人 女人不交税 或者交很低的税 都没了 大量的户口 里面看到全家 要么就是非常老 要么就是非常小 这些都是假冒的户口 我们还看到 这个大家族的户口 打开来里面 全家都是寡户 无其不有 而且人口的流动 一到动乱的时候 人就拼命地跑 五湖十六国 中原轮商 从北方跑到江南的人口 就高达一百多万人 从这一点 我们也可以知道 在中国一直至少到清朝为止 所有的人口数 所有的户口数 都不真实 只能做到相对的准确 是绝对的不可靠 因为这就是一个官方跟民间的博弈 民间要跑 官方要把它抓出来 最终解决在清朝贪丁路母 把所有的人头税 全部打到土地里面去 变成资产税 按资产来增 这个人口的意义就不大了 不大 所以这个人就可以愿意出来报户口 这一报户口不得了 你看中国的人口 从几千万 到清朝 一亿两亿三亿四亿就上去了 我说清朝 全民动员生孩子都生不出这么多 那么隋文帝的大索贸月什么意思呢 他在这个登记户口上面 做了一个重要的改革 大索 索是去找 检索的索 贸是相贸 月是看 什么意思 把大批的官员通通派到农村去 满山遍野 把人通通给我找出来 一个一个都给我找出来 找出来不仅要登记在户口上 要把你的相貌都记下来 茂月 这个人长得什么样 你这里脸上有块斑 那里有颗字 通通记录下来 为什么古代没有照相技术 现在简单的照一张相跑不掉 那时候没有照相技术 用文字照相 把你的特征记下来 这样就使得 你这个人被记录得很细 很难跑 这个大索贸月的效果 马上显现出来 我们看隋朝刚建立的时候 我说他的户口数 两百万户 人口两千万 到开皇三年 也是隋朝建国以后 第三年 第三年户数 就升到了七百万户 人口就升到了四千万 你想用三年的时间 人口翻一倍 这肯定不是自然繁衍出来的 都是找出来的 接着还是快速的增长 二十年以后 隋朝的户口就增长到九百万户 增长到九百万户 人口增长到五千万 只要做人口统计 做人口计算的人 你去算 在二十年间 从两千万增长到五千万 这个都是非正常的快速增长 都是通过大索贸月 去查户口 查出来的 查出五千万人 国家的税就大幅度增加了 这是大索贸月 第一个法宝 第二个 那就更厉害了 税负 什么叫税负呢 分税的税 差户 中国古代一直是大家族 现在随朝不允许你大家族 孩子长大了 成年了 结婚 结婚就把户口独立出去 你不要再想世事同堂了 统统独立出去 为什么要你独立呢 还跟税有关 税 人头税两种 一个是按人口来收 一个是按户来收 所以每增加一户 国家就有了税 所以采用吸附的办法 又增加很多的税 通过多管齐下的办法 随朝官府的税收取得了飞速的增长 远远超过经济的发展 每年从各地征收上来的赋税 用车船转运到长安和洛阳两京 山林河谷是望不到头的运输队伍 昼夜不息 这样的警官每年要有好几个月 随朝平定江南 随文帝大喜 把富库积存的不薄摆放在皇城正南的朱雀门外 靠牢将士 一直摆到长安城外南郊 绵延数十里地 在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 随朝的老百姓 他的生活怎么样呢 这么一种重税的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随朝的老百姓 他的生活是很惨的 眼睛没有老百姓 官员那就拼政机 各种大型的工程 纷纷上马 调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 这些工程一上马 正规的税就不够用 不够用 那就是第三个法宝 记出来了 税外加费 税外加费呢 随书时获志 里面讲到 诸付之外 一切争莲去以周倍 不顾元元 利阴割拨 到其大半 什么意思呢 正常的税之外 大量的费冒出来了 而且这个是五孔不露 什么样的费都有了 完全不顾百姓 而且这个费比税还要命 税有法律的规定 有制度的规定 它的整个管理是清楚的 费是拍个脑门 随便就加了 而随朝这个乱收费 它也不是说 凭空来乱收费 它往往也打着 为老百姓的 这么一个旗号来收 很典型的 有一项 叫做义仓 义仓就是道义的义 仓库的仓 我们知道中国是个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是靠天吃饭的 一年丰收 一年灾荒 所以农民一定要有积蓄 要有储备 随朝提了个办法 说要有储备来防灾 那么在丰收年的时候 每家出一点粮食 放在仓库里面 等到灾荒年 我们再拿出来救灾 这不是很好的办法吗 好 这一实行了以后 老百姓也挺踊跃的 为自己备荒 都教了 官员知道了 索文帝就喜欢政绩 索文帝就喜欢税收增长 所以这个粮食收到仓库里面 就往上面报 灾荒来的时候 他就不报灾荒 他不赠灾 他把它变成一种产值 报上去 变成他的政绩 而且随朝规定 像一仓 你要开仓赠灾 要得到上级的批准 官员不报不批准 这个仓库就没办法打开 到后来干脆 就把它变成一种税 这种税就规定 有钱人家一年交一袋 没钱人家一年交四斗 交的粮食和国家的正税 都差不多了 也就是说平白的 正税就加了一倍 而这个义仓 前面我们说到的 开黄十四年的大灾荒 它就从来就没打开来 振灾过 这个仓库老收进去 这是费 不是国家的税 所以它的管理 必定是混乱的 混乱一查 随朝出了个案子 发现了这个义仓 被管粮仓的官员 贪污了七千弹 有个地方贪污了七千弹 报到朝廷去 随文帝大怒 这个管理不善 所以要改善管理 怎么改善管理 这个义仓从此收归朝廷只管 朝廷直接来管 我说这是开错药了 官员贪污 你不去治官 你就把老百姓的仓 全部变成是国家仓库 这就叫做改善管理 这么一来 你说随朝的老百姓 被你骗了一次 以后还敢想望 朝廷为你办事吗 像这样的例子 非常多 随文帝到随阳帝 这个牢役在不断地加重 使得全社会一片枯生 我们来看看随朝这个税的支出 中国古代王朝的税 最主要两块 一块官奉 第二块军费 我们先说官奉 像随朝要征税 他就要编制精密的户口 就要派大量的人去查 那就要招募官员了 所以官员就得增加了 官员增加 官员要什么 工资 第二个 官员有待遇 特权 第三个 官员要出政绩 他要做事 所以这三块就是很大的支出 这一支出 钱不够了 加税 加费 税费加了 再加官 因此就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 加税 加费 加官 不够了 再加税 加费 加官 不断的膨胀 所以中国古代 最后膨胀到官民比例失调 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们从户籍的统计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交税的叫做客户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纳税户 享受特权的 当官他自己享受特权 他的家属也享受特权 也免税 这个叫做不客户 就是不纳税的户 可以出现导致 全社会严重的情况 发生到三分之一的人纳税 三分之二是不纳税的 到这个程度 大致上国家的财政 就要走到崩溃了 国家手里掌握的钱财太多 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都知道 财多招贼 所以财多不但我们个人招贼 国家也会招贼 唐太宗手下的官员 对唐太宗讲了一句话 说自古以来 国之兴亡 不再续集多少 围在百姓苦乐 百姓的苦跟快乐 是决定了国家的兴亡 而不在这个储蓄的多少 你国家储蓄太多了 遍地的鸡民 我们看招来什么贼 随莫动乱的时候 原来唐朝 李渊是随朝在太原的留守 太原的地方官 他看到随朝这个大势已去 组织一支小部队 袭击长安 他成功了 他得手了打进长安 打进长安 把长安的国库给占了 你拿这个国库招兵 好了鸟枪换大炮 才有唐朝的崛起 第二个 我们再看瓦岗军 瓦岗军也是一群乌合之众 他就是因为攻下洛阳的仓库 开仓震灾 老百姓都饿死了一阵灾 百万人的队伍就出来了 所以这是招来的什么 随朝这个仓库没有养活自己 反而养活了反政府的人 最后推翻随朝 就靠的就是他这个仓库 所以随朝我觉得 他就是一个 懂得赚钱 不懂得花钱的一个王朝 形成一种笑话 这是这个钱多招贼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钱多招的是什么贼 招的是心里的贼 什么叫做招心里的贼 唐朝有一个总结 唐太宗说到 随阳帝就是因为太富裕了 他觉得太有钱了 用不完 所以奢侈无道 什么都敢做 这才把自己给做灭亡了 你想 随朝这个开支多大 我们光说一个运河 这条运河长度 2700公里 2700公里的大运河 用今天的现代化的挖掘机 都得挖好几年 随朝用人力 仅仅用了六年就挖成功 那就是要动用多少人力呢 开运河可以统计的人力 五百万人 我们刚才不是算了吗 随朝鼎盛时期 青壮丁不超过两千万 它光是运河一下 五百万人 六年把它挖通 紧接着 战争开始 打高利 打高利 动用了多少军队呢 第一次打高利 113万军队 113万军队 超过随朝 长辞备军两倍 也就是遍地的征兵 征了这些没有训练的兵 直接开到辽东去 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教训 所以唐太宗根据这个教训 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 他说百姓不足 国家怎么会富足呢 国库的储蓄 控制在一个什么标准呢 控制在灾荒的年代 可以救灾就可以了 仓库藏在哪里 国家要不要仓库 藏在老百姓那里 这就是唐朝提出来的 《常妇与民四个字》